大家好,我是顾爱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一下农林牧鱼方向 那么农林牧鱼板块的话呢,从当前的量价关系来看 个人认为呢,它的行情可能还能延续 也就是说呢,未来一段时间还是值得进行跟踪和把握的 那么咱们从几个维度来进行讲 首先从大的一个环境 那么我们把农林牧鱼,粮食安全,食品,种业 这一块呢,把它当成一个大的方向 那么第一个维度的话呢,是疫情的影响 那么疫情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外 包括呢,像这是第一个层面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像前面一段时间 俄乌战争 那么呢,像乌克兰本身呢,它就属于农业出口的大国 而战争影响下的话呢,它已经对于出口这块呢 是有所管控 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于国际范围内是存在一定的可能 什么呢,一个是计划 第二个是国际范围的粮食涨价 好,这是大的环境 它是支撑,对于这个方向有一定的体振 或者是有一定的想象力 然而我们再从大的残忍结构 大的残忍结构的话呢,那么对于农临母于板块指数来讲 我们用走势的同级别分解来看 这个走势同级分,我们以日线级别作为一个同级别分解的对象 日线的上,日线下,日线上,日线下,日线的上,日线的下,日线的上 那么这能够看出什么呢 它是可以作为由日线的走势的,由日线级别的走势同级别分解过程 可以把这个作为周线级别的中枢 那么周线级别中枢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中枢的区间给延长 延长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当前是日线的线下,线上,线上,线上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下上下的结构 结构的话呢,对应的 只要说呢,从大的一个框架来讲 这个位置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日线的走势类型下的回落 只要说呢,不破前面的这样的大的平台 它是可以作为周线级别的三类买点的 就是这个大的平台可以当成一个周线级别来去看待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当前的量价关系 以及它的更小级别的结构 例如说呢,我们来看重点观察的从2630点位以来的下跌调整 那么它的下跌调整呢,是日线的线下,日线线上,日线线线下 它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日线的下上下的结构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它堆呢,可以把它作为日线盘整 这个就是一个日线的盘整走势类型嘛 这个盘整的话呢,可以把它当成盘整背 而且这个下跌和前面相比是有背驰的 可以把它当成日线的背驰一脉来去看待 而当前的话呢,走的是日线的一笔上 那么这个日线一笔上值得留意的是大的环境是缩量的 但是呢,这个板块目前来看的量价是配合的 所以说呢,如果说从走势的推演来讲 这个位置呢,认为它的上涨结构可能还没有完成 好,这是一个视角 这是从日线的维度来进行观察 前面的话呢,这个界点也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强底分 强底分的话呢,当今还属于日线一笔上的发展当中 那么这是一个日线维度 我们再看30分钟级别 30分钟级别的话呢,那么对应了它的一个观察点是什么呢 除了说,操作的层面来讲 咱们前面其实呢,在农林牧鱼 包括呢,像食品饮料 包括呢,像这个方向的话呢 前面也有过点评 那么当前的跟踪节点呢 从30分钟的一个级别来讲 2331,30分钟的判断下跌 那么这个位置反弹的话呢 它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前面的中枢内部 进入中枢内部的话呢 代表的是三菱卖点是被化解掉的 三菱卖点被化解掉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反弹一 它是可以基于延续的 二,如果说从30分钟级别的作为操作级别来讲的话呢 后面给一个30分钟级线下回落 如果说呢,连高低点的半分位附近都能够止得住 那么用30分钟级别二来买点是可以作为机会点来去对应的 来去把握 然后呢,期待一个30分钟走势类型上 日线的线段上30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然后呢,再去观察是否有备词 好,这是一个用30分钟视角的话呢 来进行推演 来进行观察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往下看 看这一段从1843.66以来的反弹 那么在5分钟上的话呢 它对应的当前的跟踪节点呢 把下方 比如下方2100点作为一个短线的强弱防守位 好,这位置呢 如果说带量 在那当中 这个平台始终不破 那么它还是有机会呢 这是属于短线超短线的维度 就是5分钟 级别的角度来讲 它还可以继续延续 如果说呢向下 破了 下方的 2100点的位置 这位置呢 一旦跌破 那么呢 等一个5分钟阻止的停下 30分线线下回落 只要不破前面地点 内部有被迟 量呢 还能够保持 用30级别 二代卖点去跟 好,这是对于 此说的一个推演和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再来看板块内部的结构 好,板块内部的个股情况 那么像农林木鱼 我们来看 那么该板块的话呢 像今天它也是呈现了多家个股涨停 那么呢 我们快速的梳理一下 这个梳理的话呢 对用的 例如说像 万成生物 它是属于20厘米的个股 而且呢 是属于N字板 只不过呢 对于20厘米的个股来讲的话呢 对用的 高开 或者是涨停摆之后 高开或者冲高 那么呢 宁踏空不建议去追高的 只不过呢 如果说这个量 对能够保持住后面的回落 涨停摆 板分位的位置 或者贴着五军 但要不破的视角 可以去跟一跟 而且它作为平台突破的一个视角 是可以去观察的 只不过呢 如果说对应的一级本身是下降的 那么后面呢 只能用技术的维度去跟 先用短线的视角 那么像泰湖股份的话呢 像这一支个股是 当前的 该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手板的表达 而且呢 它的一个涨停的话呢 对应的 它也是以涨停板的方式 突破前面的那种平台 占上140名军线 只不过呢 该个股的 它的意境呢 是属于亏损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用单阳不破的视角 去跟踪和观察 好 于是说呢 后面如果说 回落 用涨停板半分位 只要不破140名军线 都可以作为一个跟踪的基点 可以把它的观察视角呢 向上方 压力可以看到前高 下方的话呢 以140名军线 以涨停板起掌的位置 作为强弱的一个分水领 好 这是太湖股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呢 像张智导 张智累个股的话呢 已经给出两连板 后面的话呢 就属于 如果说强 它可以继续点板 如果说呢 给你不是点板了 那么对应的可能就是坑 不去追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应对方式 那么像开创国际的话呢 那么从长周期来看29块 9毛1跌到7块 9毛8 那么当前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 以涨停板的方式突破 中期的这种平台 那么我们再看近期的话呢 它的跟踪基点用均线的视角来讲 均线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多多排列 多多排列的话呢 那么对于它跟踪的一个基点 用均线的视角去跟就可以了 就是说呢 偏离五军不可追 五军不破可是有偏 五军不破可是有偏 十三不破可低息 五军十三其上组方向不改不换筹 就是用均线的角度 用趋势的角度去跟即可 就是把十三连均线作为波段的防守位 把五军的话呢 作为短线的这样的一个防守位 但是这种方法呢 它不适合任何的个 不适合任意个股 为什么呢 它只有刚刚形成多头排列的状态 你再用均线的视角去更有效 如果是属于均线的联合状态 或者是摘付震荡的一个状态 那么用均线的话呢 它是适得其反的 好 这是开创国际 那么像天邦生物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它也是属于平台的一个突破 那么平台突破当前对它的态度的话呢 有近期有量流的呈现 那么前面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三分钟数延伸 那么这个位置再向上的话呢 追的意义已经不大 因为短期的话呢 它已经给出了日线一笔上的发展当中 可能还会继续延续往上冲 但是呢 往上冲的话呢 对应的 观察基点呢 最好是用三十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 来作为它的一个机会点 就说那下方 回落 回落的话呢 对应的主要不破 不破七块一的位置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三类买点的视角 把握它的机会点 那么当前的话呢 对于它来讲 只能用 当前只能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跟踪 那么五分钟的视角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当成 如果说后面向上 不去追 但是如果回落 把前面这个位置可以当成一个 内五分钟中枢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就是呢 向下回落不破八元的位置 五分钟先站下 或者是阴阳交替 回落不破八元的位置 那么用 单阳不破 和五分钟 短线 超短线的一个视角去跟 如果说那一旦把这个掌停板 七段的位置给跌破了 那么对应了 观察一笔下的回落 回落的话呢 不破下方七块一 那么作为三十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这样去跟 这样去应对 这是填榜股份 像水中渔业的话呢 那么它是属于同样的 这类个股的话呢 只能用 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暂且去跟 好 那么像农发总业的话呢 那么三连买它具有风向标的一个作用在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已经走出三连买了 三连买的话呢 后面 再去追 那么的意义不大 所以说呢 对于 农 林木鱼 包括呢 像 像总业 包括呢 像 粮食安全 食品 这一块的话呢 可以作为一个留意的对象 至于说像列祖像奥农生物当前的趋势好不好呢 好 从七块六涨到二十五块九毛二 但是呢 上已经出于翻了两 翻了两倍 翻了三倍的这样的一个个股 再往上的话呢 就追高之前了 所以说呢 重点从 结构上面来讲 最好的是属于平台突破 然后呢量能有方量 同时的话呢 结合整个板块的表达 好 那么至于说 对于 整个板块的一个跟踪视角的话呢 结合板块指数本身板块的话呢 一个是量能的表现 一个是内部的 财论结构 好 那么个股层面的话呢 同样的 就属于什么呢 看好一个方向 一个板块 那么也要注意节奏 而不是呢 闭着眼睛 看好了的话呢 就是也不管是 涨势跌 然后一 一冲动 追得进去 那么一旦陷入震浪 或者陷入调整 那么可能又会面临 被追高被套 所以说呢 对于一个板块的一个 观察来讲的话呢 板块的量能 内部的结构 个股的话呢 那么大家可以再去 举一反山 自己呢 可以去找找看 因为大的 而且呢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近期对于指数的 贡献比较高的是谁呢 是房地产 而农林牧鱼也好 总业也好 那么本身的话呢 它对于大盘的 对于指数的贡献率并不高 只不过呢 从当前的环境 和当前的链价关系来看 农林牧鱼也好 好 那么对应的 像总业也好 它是属于呢 近期是属于能够相对强于大盘 强于创业板 而且呢 带量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那么板块本身带量 个股的话呢 又有这样的一个 风向标 是值得进行 重点进行跟踪的 如此而已 包括呢 像咱们前面讲的 食品饮料方向 虽然说呢 它的开线表达并不强 但是它近期的量能是起来了 所以说呢 还是值得进行观察后面的 能不能 哎 量价起升 因为当前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 量价底背里的一种状态嘛 好 那么以上呢 只作为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不作为买卖依据 只作为一个观察视角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 点赞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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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